我们看念老的诸解 发脏臣佛 好阿弥陀 这是上明 过头 上是前面 一口 心一宝 二是说明 极乐世界的环境 土 为身之所以 去称为一宝 那么佛是能一 这叫正宝 能一的是人 所一的是环境 那么佛有三神 佛有三神 也说明了 每个人都有三神 每一个众生都有三神 但是佛的三神 现前的受用 众生因为迷了 迷了变成众生 虽有三神 不得其用 但是 三神 并没有失掉 只是有障碍而已 这个障碍 就叫烦恼 叫一叶障 一是一切 善不善的造作 造作 就叫做一 正在造作的时候 古人称它为四 造作完毕之后 就称为一 所以四叶 前面一个字是因 后面是古 也是古 四是因 也是古 四 又燃尽 又闪过 果报千差万别 那么所有无量的这些果报 佛告诉我们 全是自作自受 决定没有一桩事情 是没有因而得的苦 决定是有因有苦 所以 我们对于一切果报都要承受 无论是善 是我 佛法常讲的善云 我云 顺境 逆境 都要自己承担责任 不可以 怨天有人 这个跟别人 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 怨天有人 这就最佳一等 受的苦就更多 时间就更长 那么 那么所有 果报 既然 都是我们 业干的 所以 佛说了 如果你能把业章 忏悔 忏除了 业没有了 你就成佛了 道理真的是 很简单 做起来很麻烦 很不容易 放下吸气 放下染污 放下一切 造作 每一桩事情 都非常非常之难 那 在佛法里面 只有靠经宗 我们能得度 如果没有这个法门 我们永远没办法 特立轮回 所以这个 这个法门呢 是佛法 法宝 宝中之宝 法宝里头 第二法宝